卻沒有明顯上升 但是Omicron似乎沒有 比想像中的還要讀 因為它的重症率跟死亡率 都相對比較低 看起來Delta仍然是最大魔王 有專家推估 未來Omicron跟Delta 兩種病毒恐怕會一起共存 機場邊境持續延守 因為傳播力極強的新變種病毒 Omicron在短期之內 就從南非擴散到全球 Omicron傳染力是原始株的500% 比Delta高上5倍 但Delta在80歲以上的重症率 高達85% 死亡率也是Omicron的5倍 重症率上Delta得到 可能會快速轉化成肺炎 秀威覺可能喪失 甚至很快就會住進加護病房 但Omicron則是以輕症居多 但在病毒突變之前 專家目前有兩種看法 一種是Omicron可能終結新冠疫情 因為傳得快 大多是輕症 因此成為強勢變種 往流感化邁進 另外一種有可能是 Omicron會跟Delta並存 因為兩者突變相差大 德國Delta恐怕會再感染Omicron 但從重症率以及死亡率來看 目前還是以Delta病毒 對人類的威脅比較大 指揮中心提醒 如果Omicron跟Delta並存 在疫苗防毒有限的情況之下 戴好口罩 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 是防疫的ABC才是對抗大魔王的重要武器 記者林偉王一仲台北報導 記者林偉王一仲台北rece